女排视剧杯四强出炉 半决赛土超德比费内PK瓦基福 北京时间12月18日消息 经过三个比赛日的角逐 2021年女排视剧杯小组赛 在土耳其安卡拉结束 A组意大利科内利亚诺3-0 横扫巴西乌兰贝迪亚海滩 两战全胜荣因小组第一 协费内巴切晋级四强 B组土耳其瓦基福银行 在小组投名之争中 3-0轻取巴西米纳斯 半决赛意大利科内利亚诺 迎战巴西米纳斯 土超两豪门费内巴切和瓦基福银行遭遇 未免冠军科内利亚诺 在与南美冠军乌兰贝迪亚海滩的交锋中 技高一筹 攻篮全面占优3-0完胜 锁定A组投名 三局比分为25-17 25-16和25-18 科内利亚诺的接应埃格努19扣三篮 独篮22分荣因得分王 主攻普鲁莫贡献12分 主攻考特尼赢得8分 两副攻得克鲁伊夫和武奇科娃同获7分 海滩唯一得分上双的接应 必捡马丁内兹拿下11分 替补主攻塔伊纳拉收获6分 主攻布伊吉斯以及两副攻卡罗尔 这一剪马丁内兹军指得到5分 与八超冠军米纳斯交手 土耳其瓦基福银行展现出了极强的主动得分能力 直落三局横扫对手 两连胜荣因B组投名 三局比分为25-18 25-17和25-18 米纳斯仅有土耳其外援奥兹索伊 得分上双贡献11分 今天本届女排式具杯 将展开半决赛激战 北京时间20点 意大利科内利亚诺和巴西米纳斯争夺决赛权权 23点30分 土超两豪门费内巴切和瓦基福银行强强对话